為什麼別人的 IG 牌板都這麼好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電踏少女宇恩 你的 IG 也想跟網美的 IG 一樣看起來漂亮又整齊嗎 今天宇恩準備了幾招要來教大家啦 分別有要怎麼讓 IG 留白編 要怎麼分割成很多張照片 以及上傳前要如何預覽呢 首先在照片留白編的部分 我自己都是使用Scarity 這個 App 來做的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 IG 就是我會把照片拍成橫式的 然後留上下的白編 你們看 這樣看起來是不是就非常的整齊呢 那要怎麼做咧 其實非常簡單 你就是打開Scarity 這個 App 之後 從上部當中選擇你想要變換的照片 點一下 然後在下方有三個框框 只要點下中間這一格 就可以幫你留白編囉 那如果是直式的照片的話 也是按一下 它就會牽左右的白編囉 那左邊的這個框框 它是會幫你的照片變成正方形的 右邊則是它會提供三種不同的照片置中的方式 那它我們就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去看想要哪一個囉 製作完成之後呢 只要按下右上角的勾勾 然後就選擇你是要上傳 或是儲存到相簿都可以喔 再來呢 想要把一張照片分割成很多格的話 只要用 InstaTilling 這個 App 就可以囉 選好照片之後呢 在右上角的地方 它可以讓你選擇是要切成三格 或是六格或是九格 就會符合 IG 一排兩排三排的這個格式 那你確定好之後呢 只要按下下一步 它就會以要上傳的順序 讓你一張一張的儲存下來 這樣子就不用擔心說 不知道現在上傳的是哪一張 會落在哪一格的窘境囉 然後 InstaTilling 有一個非常棒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免費燒浮水印喔 你就要把右下角這個 Watermark 的勾勾 勾掉 這樣子就可以啦 只不過呢 因為它是免費的 App 所以在你操作每個步驟的時候 它都會跳出廣告 這部分就要害我們自己斟酌囉 之後呢 相信大家出去玩 一定都會拍很多張照片吧 那如果你上傳照片的時候 希望可以讓這些照片的風格 還有色調都是一致的話 其實你可以先用 NM 這個 App 進行預覽喔 打開 NM 之後呢 它其實啊 在上方這邊會有18格的空格 隨便任你排 所以你就可以把你想要傳的照片 都先放進來 只要這樣按一下 按加 就可以從相簿當中挑選照片啦 那你都排完照片之後呢 如果你想要兌換順序的話 你只要把兩張一起按起來 然後在下方這邊有一個波浪的形狀 你就可以按一下 然後就可以讓他們對調位置 再來呢 當你同時選擇很多張之後 你還可以按一下這個小便簽 它就會幫你一起下來 Hashtag 或是標記等等的喔 那當你只選擇一張照片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在下面這邊看到一個調整的鍵 它這邊會有簡單的一些後製工具 可以讓你變換濾鏡啊 或是增加文字等等的 就可以省去你跑到其他 App 去編輯照片的時間喔 好的 那以上呢 就是這三款 App 簡單的教學啦 希望可以幫助到有版面潔癖的踏友 那也希望你們大家呢 可以早日找到屬於自己 IG 排版的風格喔 那如果喜歡今天影片的話 記得要給我們一個 Like 然後訂閱訂閱它上面的 YouTube 頻道 並且把小鈴鐺射程開啟 才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 YouTube 影片喔 那就下次見啦 掰掰